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款多人在线的角色伴游戏 也就是ARPG 游戏很简单 只要你肯干 组队刷副本 操作文准很 可以很休闲 社交赚赚钱 可以当老大 公会打打架 也可以看风景 旅游党狂喜 总之 据创始人所言 他们要打造一款 让玩家不愿意下线的游戏 那防尘民系统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 既然游戏的名字里面带个Time 那穿梭时空也不再是个君 大家看这个预告片里面的老头 是不是很眼熟 在BigTime的世界里 你学要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 去收集属于你的MFT 说了半天的废话 终于说到了我们MFT 没错 装备回收交易自由 你可以在此收集各种稀有 传奇的MFT物品 比如说装备啊 装饰品之类的 不少朋友听到这里 已经迫不及得的想冲进去打进了 但是冲也得了解完再冲 如果你现在想要进入游戏的话 需要购买VIP卡获得进入游戏的资格 现在有金卡 银卡 翡翠卡 6月7号的时候呢 翡翠卡的用户已经可以进入游戏了 MFT的暴率 相对金卡银卡会有调低 但是现在白嫖的机会来了 现在官方会给社区和一些视频制度者 发一些红宝石卡 也是能爆出一些MFT装备的 那我怎么可能会错过这波回馈粉丝的好机会呢 我搞到了10个红宝石卡 点击视频介绍的抽奖链接 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抽奖规则 完成下列的关注转发任务即可 同时你需要在BeatTime官网上注册好账号 通过邮箱注册你的账号 就可以参与了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快来试试看 至于现在的金卡银卡翡翠卡 它可以在官方市场 或者OpenSea购买 现在卡的价格相比刚测试那会下跌了不少 只要跟打出了MFT装备有关 需要市场有足够的买卖盘 有人收购 有足够的流动性才行 目前在售的MFT种类有土地空间 盔甲 武器 神秘盒子 装备的属性分为熟悉的绿 蓝 紫 橙 不知道游戏有没有狂热的爱好者 就拿下这把称手的武器 游戏怎么下载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 打开官网 打开市场页面 看到这里有个Play Now 点一下就可以下载游戏客户端进行游戏了 到时候红宝石中奖的用户 只需要邮箱注册好 把邮箱提供给我就可以了 接着进入客户端登录游戏 就可以体验BigTime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MFT是不会提供额外的属性的 就好像英雄联盟的皮肤 我觉得这里还是挺良心的 不客金的人就不会被客金大佬 当成游戏体验的一部分 但是话说回来 这么贵的MFT在游戏里面仅仅是为了好看 那它浑身散发出那种金钱细细 确实让它变得更好看 视频都聊到这里了 打金的兄弟和炒币的兄弟 都还没有等来熟悉的代币 这个游戏的特色之一呢 游戏的代币它是只报不卖的 是不是有朋友听到这里 就想开上100万个账号 24小时日夜不停地打金呢 然后操纵币价 控制市场 出任西游 赢取白富美 别激动 那有那么简单 一个好消息 等游戏攻测的时候呢 免费的玩家也是可以进游戏打MFT的 那一个坏消息呢 免费的玩家只能通过打MFT变现 据官方消息 他们说不会晚于今年公测 游戏里想要代币的话 当游戏正式上线 你需要购买spec MFT 也就是土地MFT 然后再购买时间守护者MFT 部署在土地上 然后购买一个沙漏MFT 与时间守护者配套 这时候 课金玩家打怪才会有代币交流 这也是唯一获得代币的途径 也就是说 你需要三种MFT才能打代币 游戏前期 每个玩家都可以得到一个时间机器 相当于你的QQ空间 呃 不行 提这个太暴露年龄了 相当于你在GTA里面的一个公寓 一个道具库 在这里你可以召集朋友 成练营的MFT收藏品等等 时间机器可以用到 刚刚提到的土地MFT进行扩容 越高级的MFT 带来的收益就是越多的 同时 土地MFT又分为小 中大三类 那肯定越大的空间 加的工程就是越多 比如说放置更多时间守护者 以此来提升打进的效率 而且拥有土地等级越高 可以放置更高等级的熔炉 就可以合成更稀有的MFT 这不得不说房地产这行 真的到哪哪都吃香 同时官方表示 后续会开放土地竹林系统和工会系统 进一步降低玩家打进的门槛 游戏里面的职业很传统 分为战法刺木四个职业 装备也有职业的限定 比如说战士的大剑 法师的法杖 刺客的双刀等等 但一个号只能创建一个角色 想要体验多种职业的话 就得用到特色功能 怀表 使用怀表可以在各职业间切换 但是各个职业的等级装备也是独立的 怀表也是有高低属性值分的 好的表可以给你人物带来额外的属性点和技能点 那至于具体的职业属性和技能 刷副本能阵容推荐攻略 可以在DabDab上面看到 视频时间有限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上DabDab收下BigTime攻略就知道了 说了那么多我也去体验了一下BigTime 游戏的画面还是比较精美的 不愧是大厂的作品 你看这个森林 这沼泽 这雪山 游戏打击感也是不错的 这combo和跳感一个少不了 但是目前游戏没有中文 也没有任务 也没有地图 所以需要组队的话 就需要靠一些复古的方式 在一个地点上面集合 然后一起刷副本 刷副本的传授门会在地图上随即出现 上面会有标明等级 剩余时间等信息 不同区域刷出的副本和等级 和难度都是不一样的 接着再说一下游戏的一些基本操作 WASD是移动 Shift是奔跑 鼠标左键攻击 右键重击 按空格跳跃 按table可以打开背包 按E是互动 比如说跟NPC说话 采集物品等 你拿到盾牌 按Q可以格打 按H可以发射信号 按P可以跟玩家组队 进入副本路上会有血泉可以回血 我们需要到黄点完成任务 获得MFT奖励 还需要打怪升级打Boss 一个人单刷的话 那真是又难又寂寞 既被我化成科要战士 也敌不过凶残的Boss 我个人体验也是非常有限 具体跑图啊 如何打怪之类的内容 我就放到下期讲吧 等我把红宝石卡送出去 我们可以一起组队来体验一下 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是一个将传统游戏和GameFi相结合的项目 虽然说目前内容处于刚起步 且还没有被广大玩家群体所接受的阶段 但是这个游戏免费游玩的门槛 应该可以吸引不少传统游戏的玩家 和玩家公会等 其次再加上免费玩家 向区别的VIP打进模式 可以使游戏内的精细系统得以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要对面魔兽事情的话 肯定是差了一大件 但是作为新兴的游戏产物 如果把游戏内的生态做得跟魔兽一样好 让不同类型的玩家 都能享受到这款游戏的乐趣 那自然不丑流量 有的流量 那练有的底子就有了 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他们的动态 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媒体渠道 也欢迎加入我的电报群和disco一起讨论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